另外香港消息最新在理大签名出来的朋友 有机会被抽后算账, 希望这些朋友找好地方, 我建议他们去旅行,出境去旅行, 无谓在香港受牢獄之苦或司法程序都很烦, 都很消磨人心, 不如去旅行散心, 我觉得这个都要的, 外地都应该有组织支援大家的, 无论是不同地方,就是说去旅行的, 就是这样,另外都可以说一下, 很多香港人最近都觉得没什么可以做, 勇武就好像搞不定, 都搞不定, 这个都要跟大家讲一下经, 就是这个都是十人拿卫的, 我引用这个HAPPY CORNER的YOUTUBE CHANNEL, 就是说我们经常都笑解放军, 经常会折皮, 比美军差弱, 美军厉害是一定的, 但美军厉害不厉害解放军, 关你什么事? 你要厉害解放军, 我只是讲折皮那方面而已, 折皮也要比解放军压, 我觉得这些地方我想大家要明白, 另外一个位置就是, 近期我又在Facebook出post, 我就讲, 你要做救世主, 你要救到那个地方, 不要那么游战气, 你一天就好像蝙蝠俠那样, 拯救国行政, 你一天就好像Iman那样, 拯救美国, 打击恐怖分子, 先不讲去打外星人, 他一开始打击恐怖分子, 打击底下的一些骚髒的武器交易, 你一天就Iman, 你现实世界的, 你又做特朗普, 你又去选总统, 帮美国的贫富大众, 帮美国的南领, 所以这三个人的共通点是什么呢? 超级有钱, 在这个世界都是行资本主义, 有钱有地位, 你又有话语权, 你被facebook禁了, 你被youtube禁了, 没有的了, 你没有声出的了, 你下来都大喊, 都没人理你的, 那, 特朗普就可以, 我自己设置社交平台, 我自己有影响力, 那些人可以听, 所以大家尤其是, 大家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的, 有本事的, 我觉得是可以找多些钱, 有些什么事, 你都可以移民先, 另外有些什么事, 你可以帮到人, 你可以有什么能力帮到人, 譬如, 好像, 好像云水那样, 他可以搞到奖学金的, 他不需要再捐钱给孙明会, 他不需要捐钱给毛国家医生, 因为这班都是吸血鬼来的, 不如我找到钱, 我自己直接, 我是中大校友, 我就帮中大, 我是港大校友, 我就帮港大, 你可以涉立你自己的奖学金, 你自己在你的社交平台出个post, 你说, 喂, 哪些哪些成绩, 哪些哪些帮到手的, 我就给奖学加5, 你可以自己设立, 不要再假手于人, 我想经历过2019年, 这两年时间, 大家明白什么是假手于人的问题在哪里, 你真的帮到人, OK, 你有间公司的, 你可以聘请人的, 你就不需要再货金给一些不知道是否帮人的黄店, 去帮你请手足, 你可以自己请手足, 我想这些位置, 还有, 我说, 你是再有钱一点, 你有外国生意, 你跨国生意, 你是做得大的, 你可以在外国设立药税团队, 你真的可以游说美国的议员, 去关注香港的议员, 你有财力, 你有权力, 你有影响力, 你就可以号召到国际, 号召到群众, 去传达一些你想传达的讯息, 而不是在Facebook上, 和人洗板式地去吵架, 是没用的, 你骂赢了个人, 那个人又不会转体, 这个世界也没有人见到你们两个的对话, 所以我想, 每一个人都强化自己在香港的佔有地位, 你要移民, 没办法的, 但我觉得, 如果你不选移民, 或者你根本, 好像我这样, 没有能力移民的, 我过到英国, 我做什么, 难道我去做麦当劳? 你都没有这个能力移民的, 不如你留在香港又不是很危险的, 不如增加你在香港的持份, 今天你是李嘉诚的, 你就可以在英国买很多地方, 建房子买回香港人住, 这个当然都是商业的操作, 但是我想就是, 这个才是个重点, 一些自称说是打国际线的朋友, 他们是不是真的在外国有压力呢? 你用道德感召, 又有没有用呢? 你缅甸, 你美国有没有你缅甸呢? 还不够道德感召? 军人屠杀了, 你新疆够不够道德感召? 你新疆西藏屠杀了几年? 你不是中共搞了香港, 外国人会理新疆吗? 第一天种族灭绝吗? 第一天就要制裁了, 他们第一天知道吗? 我也知道了几年, 你外国更早知道的, 所以大家明白就是, 这个世界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 你没有钱, 没有怀疑力, 为什么搞香港之后, 外国才这么多声音出呢? 因为香港是金融中心嘛, 你三大金融中心死了一个, 另外两个都会死的嘛,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 大家明白香港的问题在哪, 所以没有移民的, 都没有移民的, 就不要那么容易把我们香港的资源拱手, 商量给外国, 多一些发展香港本土的产业, 最近我们认识了一些木工, 认识了一些手工碑, 有些可能本地制作汽水, 认识了很多这些, 很多香港的产业, 大家可能不知道有什么, 研究一下有什么可以在香港做, 现在没有的都可以试下有没有的, 艺术创作有得, 拍电影唱歌, 这些全部都是香港产业来的, 无论文化也好, 实质产业也好, 你做得大, 你有这些, 你才有能力在外国有话语权, 否则永远都在Facebook打, 出铺, 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社会上, 争取多些资源, 争取多些话语权, 这样才可以帮到香港, 达到你想达到的目的, 就像以色列那样, 那些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在Facebook打, OK, 那在以色列可以复国, 在2000年之后, 人家那么有钱啊, 人家那么多犹太人, 有钱到离谱, 过千年才可以复国, 在以色列, 那你香港是凭什么呢, 香港人, 这个我们要明白, 这个世界是很残酷, 但远比大家想象中更残酷, 所以, 周星驰电影所说的, 就是这个感恩之魔官, 贪官要奸, 清官要被贪官奸, 你要赢到你的对手, 你先要明白, 你一定要比你的对手, 而不是说, 哎呀他们战狼外交啊, 哎呀他好蠢啊, 哎呀他小学未毕业, 哎呀他摸摸, 哎呀他说错话, 他读错字, 你不要管, 他人家是国家领导人, 他一定有东西是十分之出众的, 而你要知道, 你要明白就是, 就是, 如果你今天, 连人和鬼都分不了, 连哪些政策好, 哪些政策不好, 你都分不了, 就是, 哪些是战狼外交, 哪些是跟自己国民讲的, 哪些是他们外交的, 这些你都分不了, 你谈何要去, 去令香港, 就是有你想有的目的呢, 你自己都比别人的,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赢到他呢, 这些是, 这些是, 经过这两年, 大家不要沉默在幻想上, 这些意见是十分残酷, 我们要强化自己, 就正如我刚刚开始说, 美军好打过解放军, 关你什么事呢, 你自己, 摺皮能不能比解放军, 这些位, 都是很重要的, 都不要说, 他有一些的, 撤施、设备去帮他摺皮,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的领导, 來